郭志強因為他日前收到炸彈恐嚇信引發軒然大波 不過近期立法院也決定要來加強維安管制 針對媒體記者立法院也遞出新規定 除了是要先有原本的採訪證之外 還要先跟委員來進行聯繫 確認之後才能進去 這個消息一出也讓不少人認為 是不是記者採訪的權力受限呢 一大早立法院中心研究會館 人員不斷進進出出 立法院駐位警不敢疏忽 一個一個確認身份 走過安檢門才敢放心 會這麼緊張 就是因為立委羅志強日前收到炸彈恐嚇訊息 連立委黃捷也接到勒索恐嚇信 引發軒然大波 立法院違案拉緊報 不只明顯加強警力部署 保留總隊長李安全低調現身立法院 對於媒體記者立法院也有新規範 立法院最新規定 現在如果記者要進到立委的研究室 除了原本的採訪證之外 還得跟立委辦公室事先預約聯繫 要不然就不能進入 不同於以往 只要憑藉立院採訪人員出入證 就能在立法院內自由採訪拜會 立院總務處要求記者 必須先等駐位警致電立委研究室 確認後才會放行 不過如此一來 不僅大大限縮媒體採訪權力 也讓採訪證頓時失去作用 引發媒體們不滿 向立法院反映 但秘書處也回應這僅僅限制 週末管制 平日並不會受到影響 面對炸彈恐嚇威脅 立法院加強戒備 但在媒體記者抗議後 立法院也馬上恢復原本的作法 只要有採訪證 就能出入院區和會館 也讓委案和第四權 都能夠同時兼顧 我記得春節吃蜜花台北草莫島 所以在這裏